HELLO 大家好 我是烘火丘 白色计划又来一个崭新的篇章 也不是说崭新的篇章 就是继续我们的白色计划 那今天要干嘛呢? 那今天就是我之前有整理过这颗野狼的原厂表嘛 是我因缘计会下从车友手中拿到的 不用钱 那我有拍过他的整理影片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既然都整理好 大家就是要来正式使用啊 那为什么我当初会跟他要这颗表呢? 其实也有很大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小白的表已经坏掉了啦 那至于是怎么一个坏法呢? 我有稍微测入了一下 它坏掉是什么意思啊? 那就请看一下吧 那总之这个表就是坏掉了就对了 虽然里程数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不过看那个指针在那边乱赔 我就不高兴啦 所以就想办法弄了一个表来 当然要换回这个原厂表还是有一些问题啊 那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的空档灯远光灯跟方向灯 整合在这个仪表上面的 那如果是原厂的表的话呢 它是在原厂油表上面 所以说呢 我又另外买了三颗这种外接的指示灯啦 那我就买的就是绿色蓝色跟黄色 就是分别是空档灯远光灯跟方向灯 好那就开始吧 这个是我的电机大灯 当初是买全新的啊 哇你看全新的电机大灯啊 好那我们把这个接头拔掉 OK这样就拔掉了 副厂的电机大灯 H4哦 OK那我们野狼的表的话 没记错的话 表头就是这一颗啦 好了 至于它是怎么接线的嘛 我看看啊 我实在是看不懂上一个人在接什么鬼东西啊 所以我打算全部重接 对 我也不知道什么它接的很奇怪 就是它的油表那边是用那种很粗糙的方式接的 但是 这个里程表那边却是用那种非常精良的方式接起来的 我也不知道什么一边很粗糙一边很精良 那它多粗糙 粗糙到我居然用手轻轻一拨 它就断掉了 真是有有有有点粗糙啊 那其实它之前也有接触了这些东西以外 电系啊 所以有点乱也是算是喝清喝力吧 那总之我就把它全部拆掉然后重接好了 现在就是要把我们的这个 把两个表都拆起来吧 好这样就整个拔出来了 这样没意外的话 这个这台车里面的线组 全部都剩下原厂线组而已啦 因为我把一些家装的东西全部都拔掉了 刚刚研究了非常久的时间 终于把它研究好了啦 那得到的结果就是长这个样子 我不知道怎么会有两条接地线啦 但是就是它有两条接地线 然后空挡灯并不是要接在腹肌 就对了 对这个我也是今天才知道啦 就是 因为平常改表都没有弄到空挡灯的部分 换挡灯都是人家接好的 那第一次弄空挡灯才知道 原来空挡灯不是接腹肌 是要在另外接到一个地方去就对了 好那总之呢现在就来改表吧 那这个表的部分嘛 我可能要多花点心思去搞搞它啦 因为我不想要让这一根再接到锁头正殿去 那样太百思了 我直接接在表的正殿就好了 好那我要花点时间来改一改 然后顺便把所有的线路都标示上它的 它是什么功能的 好那就等我一下吧 那我经过的测试之后就可以了 那方向灯不正常 就是方向灯你打方向灯的时候 它会全部一起亮 像是这个样子 没有这个是我打一边方向灯的 它就全部起亮 就连这一颗方向灯也起亮 那远光灯是正常的啦 远光灯就要另外接线接到这个地方 然后再开启远光灯 远光灯就会亮了 然后它没有亮 好这样远光灯就会亮了 这样就所有的表都在亮 但是方向灯是不正常的 不应该要一起亮的 好 那至于要怎么解决呢 简单一点的解决方式就是 你再装一颗那个 LED灯 我应该是会用这种解决方式 但现在呢我就 先不装 之后买来了再说 然后我现在就 因为这个东西嘛 它要先装在支架上面之后啊 才能接线 它只要接上去之后 它就没有办法再穿过支架了 所以一定要先 做好支架再接线 所以现在我就要把表 全部都锁回去一次 然后看一下支架要做在什么地方 好了那没有意外的话呢 这个表架 应该是 可以直上我们野狼的表啦 所以我们就 直接把这个表架拆来用就可以了 OK 那这样子就搞定了 那我们就先 装上车 然后再看一下 那几颗指示灯要放哪里吧 大概装上去就长这个样子吧 然后呢 我们就 把我们的这个小小的表 好 表了 小小的灯啦 想要把它固定起来 那至于这个方向灯嘛 应该是会另外做啦 就是左右做一边这样 比较方便 然后再去买一颗 这个方向灯的线来弄就对了 那另外这三个 空挡灯跟远光灯呢 就要四颗灯就对了 那至于要怎么装呢 我现在就在想一下办法好了 OK 那因为有点赶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就直接跳到进度完成了 总之我就是大概先做成了这个样子啦 那所有的表的功能都是正常的 我现在需要先把 东西先快速的装回去 因为时间有点晚了 那还有一些东西没有做 好像是接线的部分我没有接得很好 然后还有少了一颗方向灯 而且刚刚那灯还接错 但是呢 因为时间来不及了 加上我这个灯好像有少买 所以我打算再去买几颗回来补啊 所以今天就先做成这个样子好 先做成这样子的半成品给大家看一下 那我等一下就来测试一下 半成品长什么样子吧 那现在就来测试吧 首先是 开启电门就有转速表 油表跟空挡灯会亮 然后再来是开启大灯的时候 仪表灯就会亮 开启远光灯的时候 远光灯就会亮 那开启方向灯的时候 方向灯就会亮 那这个方向灯装错边的啦 我应该是要装在右边的 但是我装成左边了 那我左边的方向灯就少了一颗灯泡 所以就另外之后还会再去买 好 那这大概就是半完成品长 这个样子啦 其实线你从这边看就知道 线根本就还没有结好 那也没有汗血也没有热缩套 这个之后都会补 那之后还会再去买灯泡什么的 把线重新理一次 然后把线弄成一个完整的线组就对了啦 好那今天就先这个样子 然后我要赶快回家吃饭了 现在有点晚了 那下一刻再见吧 我把这个买回来啦 那是网购的 等了还蛮久的 现在就要来安装了 那这次应该会把表做的一个 比较完整的安装之后 再去工厂接一些设备 来把它弄牢固 那我有一些想法 那这些想法呢 做得起来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现在就先来去把他的表接起来吧 这表整组拿下来 那我有想过啦 就是我还是不要让他这个表跟这个 呃 灯号组 连在一起好了 我还是把它分开好了 所以我应该会再另外做一个接头 这样子以后再弄表的时候 哎呦 掉了 比较方便 好 整组拔下来 再另外再做分接啦 哦这个表 各种混乱啦 好混乱哦 好没关系那我应该要花蛮多时间在整理这个表了 那就直接给大家看整理好的结果吧 因为呢我实在是材料有点不足啦 加上你这个现用坚准前波真的是超慢超久的啦 所以我还是来工厂借个工具来压借比较快 那工厂有很多废电线可以任我挑选啦 用了也不会心疼 好那我们就来继续做我的接线吧 哎这个接线超乱的啦 我已经把大概需要用到的工具都带来了 哎希望是可以今天可以把它接好 好啦经过了好多次波折之后 我又把这个表更新了一点点东西啊 呵呵呵 那就大概像这个样子吧 那现在就是要把它贴上电火布什么的 但是我要先把它装上去看一下 这个电火布要从哪里可以踩 会比较美快的 好那我们就来装上去看一下吧 这次我应该会把它装成最终决定方案 经过测量差不多在这个地方 把它竖起来就可以啦 那我们整件当然是以露出来的部分漂亮点为主 所以说我可以稍微的给它弄一下 让它弄得漂漂亮亮的 这样就可以把它装上去啦 那就这样弄好了 那有些部分还蛮不完美的 但是就算了啦 管它的反正缠在里面看不到 那外面的部分看起来没有多完美就是了啦 QAQ 好啦 那我们就把它接上去吧 这应该是整组接上去就可以了啦 没记错的话 终于把它安装好啦 就长这个样子 那这应该是完全正常没有问题 我们先打开我们的仪表吧 转速表啊 这个油表 从来都没有把它安装上去过 那时速表也是正常作动的 毕竟它是野狼原厂表嘛 很好上的 虽然现在装的是 嗯 精湛的马表尺就对了 那我们再来看个大灯 仪表背光会亮 有点看不太清楚哦 那远光灯 远光灯会亮 空挡灯会亮 然后我们的方向灯呢 也是左右都是可以正常的亮的 还可以分两边了 那再加上我们的双双警示灯 也是可以正常亮的 好 那这样就安装好了 再来就把全部都接回去 整台车就算是完成了 全部装潢之后呢 我把顺便来调一下这个大灯座啊 大灯座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歪掉了 把它调到正确的比例吧 好 那我们就弄好了 那这个歪歪的大灯看起来 还是歪歪的 哎呀 这边有一条线凸出来了 把它拆回去一下 好啦 那这个表就这样安装好了 那是直接用这颗表的接线 去接出来的啦 那另外一颗食速表 就是野狼原厂食速表嘛 那我之前修整过的时候 就是它可以直接接回野狼原厂食速表 所以就直接接回去了 就大概弄成这个样子吧 好 那这样这台车也正式弄好了 那之前有一颗坏掉的转速表啦 那想要不要把它装上去 对 我想要不要 其实不要也可以啦 那这颗就可以替换掉 把这颗替换掉 替换成那颗坏掉的转速表啦 当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再看之后怎么弄吧 总之目前先这个样子 觉得还算行啦 就是线有点乱而已 看起来线有点乱乱而已 但整体而言还算是行的 OK 那就这样吧 最后我们终于完成了我们的 小白仪表的安装啦 那就是换了一个野狼的原厂食速表 加上一些指示灯啦 那花了蛮多时间在弄这些东西的 其实也不是花很多时间啦 是因为一直都是慢慢弄 所以就弄得很慢就对了 那就是把它用好了 那用好的画面我也另外拍出来了 就是现在画面上所呈现的这个东西 就是它可以正常使用的画面啦 其实这个指示灯我觉得还蛮贵的 这张四颗买起来要200块 其实真的有点贵 那耐用度也不知道会如何啦 毕竟我也没用过 这个应该也是单纯的淘宝用品而已 淋雨的话应该也是很快就坏掉了吧 我也不确定 那总之呢这一层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 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 麻烦留言按赞分享 那如果想看更多机车相关 汽车相关 以及一点点电脑相关的影片的话呢 那就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吧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咯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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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